好,同学们,我们倒回来 OK,其实这一个是四分之十三 Suppose它的答案是要三又四分之一 这个是对的 这个也没有错 OK,为什么没有错 看老师怎样把这一个东西 编去三又四分之一 OK,好,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2 2加四分之五 为什么我要分开它们呢 因为这一个分数是假分数 为什么 因为五大过四 就是分子大过分母了 所以它是假分数,我就换 换去假分数,就是带分数就这样子咯 只要你看到妈妈小,孩子大 你就是这样子 妈妈在外面,孩子在里面 OK,就变成1445 5间4等于1 这样这一个的带分数哦 就是1呦,四分之一哦 妈妈不会改变孩子 生下来 这个是整数 你看 2加1等于 3 OK,这个是四分之一 所以它的答案是一样的 明白吗 OK,这一个东西下个星期老师会再教你们 OK 今天先学比较简单一点的 OK,好 把假分数换去带分数 我们再做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嗯,我要5 然后这边 61啊 OK,好 你看 妈妈 小过这个孩子 是不是假分数 OK 但你看到妈妈比较小的时候 你就把妈妈放外面 孩子在里面 OK 你就被5的策略表咯 155啊 对不对 然后11 然后2 5 10 那就1 这个是余数来的 好 妈妈不会改变吗 老师讲过 妈妈不会改变 就在下面 孩子在下面生下来的 好像母鸡生鸡蛋 那个鸡蛋是下面下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整数 在这里 答案是12分 12又5分之1 12又5分之1 OK 这个就是答案 会了吗 OK 好 再一题 老师给你们 5 5 然后 20 OK 你看 5是分母 分母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OK 4 5 20 他有余数吗 没有余数 所以你也不用写妈妈了 直接写4 因为他答案只有4 这一个这种的就是整数 他下面其实是E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OK 所以答案是 他其实是整数 OK OK 明白吗 OK 这些前面的哦 都是整数来的 OK 嗯 好 有一些你会做到比较 比如说我给你6分之9啊 OK 好 你看啊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 166 然后变3 对不对 好 所以答案是 妈妈不会改变啊 在这里 孩子在 上面 哦 这个是E 这样子 你看 这个6 跟这个是3 它可以除的 对不对 因为你除3 就可以越减了 当你做到这种的时候 你就要越减哦 越减就是拿来除了 就E 133236吗 对不对 2 所以是E 它正确的答案是 1又2分之1 所以为什么老实讲 当你看到那个答案 还可以越减的时候 你就要越减 OK 好 今天学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先 下个星期 我们就要 进一步的去学 加减乘除了 OK 所以老师给了 那个念习给妈咪 你们可以拿去做 下个星期会比较难咯 OK 好 先 我们再一次的复习一遍 刚刚老师教的是什么 OK 分数的家族 有真分数 加分数 跟带分数 真分数的意思就是 妈妈是带 大过孩子的 OK 是真的 就是他的分数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用去换他的 OK 加分数就是他的妈妈 小过他孩子 如果你的答案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换去带分数 OK 你的答案哦 是需要需要有真分数跟带分数 OK 带分数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假分数 当你看到假分数的时候 你就要把假分数换去带分数 OK 好 然后这个不需要解释啊 我们三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学过的 OK 然后大跟小的分别 分母一样 我们就看分子 分子越大就是大 因为他孩子比较多 所以他大 然后如果是 呃 如果是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妈妈换去一样 OK 好 这个是二 二乘二等于四 一乘二等于二 就是你要把那个分母弄成一样 再来看 诶 这个比较多孩子 所以这个是大 明白吗 另外一种是 诶 他的孩子一样 其实你也不需要换的 OK 你看到孩子一样 妈妈越小就是越大 OK 如果不相信 我们来看 我们把他们的分母换去一样 这个一可以变二 乘二就可以了 OK 一二二 三二六 四四二分之六 二分之三 哪一个孩子比较多 这个孩子比较多 所以这个大 明白吗 只不过 老师刚才没有做 是因为 诶 分子都一样了 我就可以马上找到答案了 因为我知道 分子一样 妈妈越小就是越大 好 到等值分数 等值分数 我相信你们也是会了的 OK 就是这样 你可以乘二 你可以乘三 如果五三 十五 一三三 这些全部都是同一个数值的 它的值是一样的 OK 好 这个六 你可以除 也可以乘 你看六二十二 四二八 这三个 它的数值 它的值是一样的 叫做等值分数 OK 好 越简你们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掌握好 因为如果掌握不好 接下来 我们就很难再做了 十分之二 越简的意思 excuse me 越简的意思就是 要把那一个数字 就是那个number 要除到最小 没有再除了 OK 就是最减分数 二跟十 它们同样的成化表 可以变成这样子 只有二 你不可能三 三的话 没有二的答案 所以就除二 一二二五二十 明白吗 OK 好 到这个也是一样 你就越简 你不可能除三 不可能除四 当你做到这个时候 有时候 比如说这个 老师给多一个example 二十 然后又再十 如果我是除二的话 我越简除二 也是可以 对不对 十二二十 五二十 当你做到这样子 还可以越简 可以 我可以除五 我可以除五 你看 一五五 二五 这个是不是 再消了 最消了 所以这个就才是最减分数 这个不是十分之五 还没有到最减分数 你还可以再除 OK 这个叫做最减分数 这个东西一定要掌握好 OK 好 接下来就是带分数换去 假分数 假分数换去带分数 OK 当你要换去假分数的时候 就好像时钟这样 乘 然后加 妈妈不会改变的 OK 妈妈是不会改变的 然后加分数换去带分数 其实很简单 你看到妈妈比较小 就给他妈妈在外面 照顾孩子 OK 妈妈在外面 孩子在里面去照顾他 你就三四十二 你就写的时候 老师是写妈妈先 因为我知道妈妈不会改变 然后你就写孩子 写孩子你出来写这一个答案 OK 好 今天的课就是这么的短而已 可是虽然这么短 很重要 如果掌握不好 下个星期我们就跟不到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掌握好 OK 我们下个星期再学更多的分数 拜拜